而上次的位置呢 在PPT里面 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色彩心理学 以及色彩搭配上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那么咱们也是讲了一些个马克笔的一些基本的演示笔触 那我现在需要对这样的一个内容进行一个补充 然后需要大家跟着我来做这样的一些练习 那么咱们先拿到一支马克笔 比如说我拿这个所谓这个touch的 那咱们在拿完这支笔之前 你需要先了解它的一些个特性 比如说每一支笔 或者说咱们每一个工具都有它相应的一些个点 然后它的一个内容呢 应该是什么 你要了解它的特性 比如说马克笔 有马克笔它的一个特性 它的一个内容是有它的这么一个角度 所以大家能画出来 然后像我们用的这些个 比如说针管笔 有针管笔的一个特性 在你处理到这个该有粗的地方 然后该有细的地方 它都有它相应的一个内容 但是像针管笔这个点 它可能你用这个侧面的地方 它就写不出来 你必须要这样立起来去画 同样的一些地方 像这样的一个马克笔 有它的一个粗头 那我们再画横向的这样 快速的粗 然后以及它这个侧面 这个细头 还有就是这边它的一个侧面 中等的这个粗头 那它分别出现了这个大 然后小 还有这个中 这三个位置的一个号 所以大家在拿来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 需要对它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 当然这个部分也不能少这个细头的位置 细头的地方呢 其实我们在画的时候不太用 但是它终究是肯定会出现一些 它能用到的一个点 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把它注意起来 下面介绍完这个马克笔之后 咱们需要再了解一下其他的位置 比如说你可能光知道它还不够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么一个笔触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做不到这样 因为你一画可能就会变成这样 先演示几个错误的 我希望大家能看到 然后比如说这样 或者说 这样 要么就是这样 或者这样 这个都是大家平时在画不好的时候 经常出现的问题 那问题出在哪 就在于这么一个点 它不了解它这个马克笔的这个头 因为这样一个头的一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角度的 那既然知道这个角度 你需要像我这样 先刻一下 看到这个面 然后快速的横向向那边去推 它跟咱们做这个刚笔画横线的姿势 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你们拿来之后 快速的去走 我需要看到大家这个 在走线的时候 速度绝对不能慢 一定要快横向的一个两个三个 这样去推 在你推完这个东西之后 我需要大家 在底下做三条这样的线 表示它的一个过渡层 然后在里面 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增加 它的一个内容 再去强调这个过渡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有一个由深到浅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地方 我就开始介绍咱们的九种马克笔触 它一共有九种 这个呢 就是它其中一个 就是横向的这样快速的推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实际上跟它是相一致的 但是它中间有一个难度 从上往下推 你是始终能看到它 那这个位置 它就是反向的 从底下向上去做 又到这个点 再去强调这个笔触 这样走的时候 你可能人眼的一个方向 是从这个角度看 那很可能被你这个手所遮挡 所以你需要把它能练好 这个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那从下向上 这里面呢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需要大家 在之后咱们再说这个笔触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说这个笔触是什么 是这个一条两条三条 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我会再次的称它为笔触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 看到上面这个粗头 然后底下这条细的 跟它发生一个关系 然后再一条 再跟它发生一个关系 最后一条和上面 它会形成一个平行那个状态 这条和上面这条平行 然后这一条和这一条 相互的发生一个交叉 然后借由前面两个 我需要再推出第三个东西 而且这样的一个笔触 也是经常被用的 从中间开始分别向上和向下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在中间这个点 你去强调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现在已经隐隐的听到 有些同学问我 第二层笔触应该出现在哪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 如果说它通篇有这么长的话 那我们第一层这么加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结束了 对吧 那第二层 你可以看 当它加到这个二分之一的这个位置 或者是拉到更长的一个点 最多到达一个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去横向的 强调这几条笔触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它不是一次成型 它是需要两次 去做 因为你要找的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效果 好 话不多说 我们继续 然后下面的第四个 这个东西 大家看了半天横向的话 那你终究会遇到一些竖像的 对吧 这样 画的时候快速的 你就不要忘了 每次画这个笔触的时候 你的速度一定不要减弱 只要保证它的一个速度就可以 然后这是第一层 还有第二层对吧 再加到这个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的位置 再去强调 你不用非得多加三个 你还可以加两颗 这样的一个样子 然后第五个 这个位置估计我不用说 你也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 从右再去向左边 强调一二三 这样的一个笔触 再去强调这边 再去加这么个笔触 需要你看到它向左过渡 这边向右过渡 然后第六个 从中间这一点分别向左和向右边这样去做 然后强调两边的一个位置 然后再向中间这个位置去强调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停 然后这个点再去 由中心分别向左和向右 这样一般像我们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们现在在练它是干嘛用的 就是咱们之后上成图的时候 你会用到一些个墙面地面的铺装 以及一些个其他的构置物上面的一些内容 你都需要增加这样的一些排线的方式 当然最终的上色的颜色不一定是红的 你可能是其他的任意的颜色 和你的环境相关的那种颜色 在这个时候我就不再多说 咱们继续向下面第七个 那当你处理在成图的地方的时候 它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带有透视的一个效果的样子 对吧 那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咱们画 你不能再像之前这样横向的排 所以我排完之后 它这个边感觉起来就是一个楼梯 那我们在这个点 还是顺着它这个马克笔的一个特性 你要了解它这个笔头 找到这个边 顺它这个边 这个边 然后横向的推 这个时候大家速度可以稍微的放缓 但是不要太慢 到这个点 再强调一条两条 把这个笔触给它做出来 然后下一步 强调过渡关系 这样就比较明确 这一颗东西就已经做出来了 然后再好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地方给它出这么一个几何体 有了这么一个内容之后 你可以先分析 如果说光从这边打过来 那我们画这个东西的时候 既可以横向的 也可以竖向的 因为它是一个正方 但是如果说它是一个更长的一个内容 有这么长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那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需要横向的去排它 到了这个点的时候 强调它的一个笔触关系 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强调这个点 相信这样 大家看起来应该是更加的熟悉它 而到这边你需要找另外一支笔再去强调它 那我现在选择了一个比它颜色更深一些 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比较明确 不好意思 下面呢我们来开始另外的几种 再到应该是第八个了对吧 第八个地方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应该注意 这是一个横向的扫笔的一个动作 可以看得出来对吧 横向 整体的去扫过去 我在这个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同学 他画出来是什么样子 他在画的时候 换一支笔 他在画的时候 就变成这样 就变成刀尖了 整个大刀片下来了 那画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 快速的 整体的 去做 整体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应该能发现一个问题 对吧 当你画这种深颜色的时候 它的这个扫笔和白纸不太好相融 然后你用这个偏浅一点的颜色的时候 它就比较便于它去和这个白色纸相融 那么咱们第八种笔触将适用于浅颜色 而不是说特别深的那种颜色 还是拿刚才这个东西来说 在这个位置 它如果受光这么一个位置 你快速的给它扫过去 这样它还是比较完整的能出现 快速的横向去扫 就用到了咱们这个第八种 再接着 最后 最后这一种呢 实际上跟咱们之后的这个 画植物啊 或者是画一些个云 这样的一些东西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这样横向的推 它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深度 由深到浅的一个位移的这么一个变化 然后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一般像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比如说表示这么一颗云 在画的时候尽量的轻一些 速度呢尽量的快点 它就这样轻飘飘的 只要你能勾到这个纸就可以 把它接过去 这个就是做一些的天空 当然像这样的东西还可以用到哪 把它放到这个植物的地方 一颗 然后边上配上几个小的这种色点 加起来 比如说啊我们出现在这么一个透视关系里 如果说这边是一个建筑 那我们在这个点去强调它的一个植物 做一些远处的内容 你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当然颜色呢肯定不会是红的 但是它的一个意思是这样的 最后再选择一个更深的去强调这个建筑 边缘 把这个位置再去强调它 这样所有东西进一步的向地面这个横向的位置去加深 最后我们这个东西比较明确 能够给它加出来 OK 这样的一个九种笔触 相信大家在经过这样的一个练习之后 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 我需要大家把每一种笔触都练好就可以 当然你要画多少张 这个我不特意的去强调你 包括前面这个部分 不管你画多少 只要你能正常的画出来这种效果就可以了 一定要快速去体现 好咱们就到这